不要關艙 我們不要飛了 我們真的不要飛了 機艙裡好幾名乘客怒氣沖沖 围著空服員要航空公司給個交代 你們從7點鐘一直到現在 沒有任何的通過 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騙我們 飛機無法起飛 機內乘客有人滑手機 有人乾脆站起身來聊天 不耐久等乘客們開始鼓噪 華航CI0505班機 原定23號下午5點25分 從陶機起飛 但因為浦東機場管制 乘客到了晚上7點多才上飛機 但又在機上苦等了兩個半小時 空服員廣播告知機械故障 乘客又在機艙內等了4個小時 直到24號凌晨0點22分 才順利起飛 延誤7個鐘頭 華航神信因為機械發生問題 之後又有旅客身體不適安排就醫 拉掉行李才增加地面的作業時間 雖然發了250元的餐券作為延誤補償 但行程遭到延誤的旅客 心情已經大受影響 介紹劉志展 徐志成 桃園報導